大家好,我們上一集的企匯財的重頭認識系列就講到試算表 當試算表完成後,亦都發覺借方和泰方是一樣的 證明了帳戶的入數大部分都入對 如果在卷一必修的課程程度來說,我們更加可以說一定是正確的 所以就可以進入下一步做我們下一步的選益表 選益表是什麼呢?其實每一間公司都非常緊張選益表 選益表其實就是計算一間公司究竟賺錢還是虧錢 究竟一個期間,我們如何計算一個期間呢? 現在因為科技很先進,其實一個期間裡面的利潤和虧損 其實可以是每一天,每一個月,或者每一個星期都可以 但是根據這個條例,每一家公司都需要每一年都要報稅 就像我們平時賺薪、薪金,每一年都要報稅給政府 很多時候在那個題目出現,就變成了一個會計的年度 一個會計年度,一個年尾,我們就需要去結算一下我們的選益表 究竟我們賺錢還是虧錢? 那就計算一下我們的生意,到底是否賺錢還是虧錢 但是很多同學都會發覺老師很少會教選益表的橫式 就好像這個畫面看到的T字 通常的老師都會教這個直式 就是這個,這個直式 為什麼呢?如果你主修是會計 其實你卷移到有限公司的財務會計報表 你其實必須要寫直式 而外面的所有公司都是用直式去表達 所以變成了很多老師就算了 我們就直接教直式,不教橫式,即是T字帳 但是我都會跟大家講一講 為什麼我會選擇跟大家講這個橫式呢? 是因為橫式你才可以學到一件事 究竟跟T字帳的關係 我們T字帳所有的數 怎樣可以跟這個選益表做一個互動 所以我只是舉一些例子 選益表一樣是有借方和泰方 其實它都是一個帳 是我們複式補的一部分 你要記清楚 複式補的一部分 這個的重點是什麼呢? 就是我們透過一借一貸 把數字搬到一個帳裡 即是說每一次都是跟我們開頭學識一樣 這個交易其實都是有一個帳要入借 一個帳入貸 而兩個的數據是一樣的 數字是一樣的 總之是平衡 而選益表也是我們複式補的其中一部分 之前教的試算表不是的 你看回上一集我講 試算表的數字怎樣過到試算表的借 可能是泰方 是純粹將那個帳的余額乘上 它在借就搬到借 在貸就搬到貸 詳細看回上一段影片 但選益表就不是的 選益表我舉一個例子 你會見到 我旁邊開了一些T字帳 譬如購貨 大家都知道選益表會集合什麼帳 全部的收入和支出帳 就會白放進去 收入和支出比較 我們會知道自己有沒有利潤或虧損 譬如購貨 我們一整年買了四次貨 這個購貨 大家都知道購貨 一個支出帳 所以它是借加貸減的 好了 買了四次貨 可能是銀行 現金 或者設購 都有 年尾 其實我們怎樣把購貨 搬到T字帳 即是這裡 原來不像上線試算表 借就搬去借 貸就搬去貸 你會看到購貨 你會看到購貨 是需要什麼 我俗稱要殺死它 是死了摺 要關掉它 那怎樣關掉它 就是將我們整年購貨的數額 就會搬去選益表 這個動作就是 購貨將你進入貸方 而選益表 或者是選益帳 你就進入借方 一樣是一借一貸 就將購貨的總額搬去選益表 去計算你的利潤 這是很重要的 這是基礎的知識 當然你說 我老師叫我背了選益表的格式 就能做到 可以的 沒有問題的 但是我喜歡 學生清楚背後的原理 因為尤其是主修會計的話 你去到複式寶記 去到卷議 你的複式寶記 會影響你後面有幾個課題 例如這些錯誤更正 不完整會計紀錄 如果你學得不好 其實你那兩個課題 很難做得到 所以你見到購貨 其實是這樣 一借一貸搬過來 而這個購貨帳 就會不存在 到下一年 假設2021年 我再有購貨 就是一個全新的購貨帳 即是說 其實所有收入和支出帳 其實是每一年都會清算一次 是不會大落下一年的 但你說不是 上一集 你看到做試算表的時候 那些購貨和消貨 一樣是有如一乘上的 通常是說 可能是每一個月 每一個月 或者每一日 那個的轉變 大落下一日 或者下一個月 那時候就會乘上 但總之去到 我們要去連結 那時候 這些購貨帳 消貨帳 所有收入和支出帳 都會是close的 那下2021年 就會開一個全新的賬 同樣地 銷貨收入賬 一樣 我整年 買了四次的收入 是不是 那好了 跟著呢 就怎樣呢 到年尾了 那我們就要把銷貨 搬去選一表 去計算 賺還是虧 那我們就是在銷貨帳 借 減 貸 將銷貨帳 一借 一貸 所以這個銷貨呢 你就發覺在什麼 在一個 的 貸方 所有的賬都是這樣 下面的所有支出 所有收入的賬 這些 全部都是透過這個方法 去搬過來的 全部都是透過這個方法 搬過來的 那當然 我就不逐個說了 但是呢 你起碼明白這個理論 你就知道 哦 原來這些賬 是這樣搬過來 不是好像試算表 這樣把儒一乘上抄過來的 都是一借一貸 那我特別想 highlight 就是購貨退出 和消貨退回 購貨退出呢 你就會看到 就會和購貨相反 那其實為什麼購貨和購貨退出 要分開處理呢 你說購貨退出 就是購貨減少了 為什麼不直接 進入太方 因為我們想清晰地顯示 給人看 我其實整年 買了多少錢貨 亦都退了多少錢貨 要很清晰的 要很清晰的 如果你把這件 這件數 這兩個500和300 都放進去 那當然 計算出來的數 其實是一樣的 也就是淨購貨 淨購貨 淨購貨 那數是一樣的 什麼叫淨購貨呢 就是真正的購貨 就是購貨 減購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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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數是一樣的 但是 為什麼要分兩個帳 因為我想顯示清晰 原來我本身的購貨是17000 是我原先下的訂購貨 但是我整年內 都退了800元貨 那麼我這個數字就很清晰 就不需要 在這個帳 如果混在同一個帳 我們就要看下去的T字帳 才能夠計算到 現在我拆開兩個帳 我就很清晰看到 好了 那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有一點就是所謂的問責 譬如如果你發覺 那個購貨裡面 譬如我假設我賣了17000 但是可能我退貨佔了16000 那麼我們就會想 為什麼會這樣 我們就要想一下 是不是我們經常下錯單呢 我們購貨的採購部 是不是做得不好呢 還是反過來 我們的供應商經常送錯貨給我們呢 那我們就做到一個問責的效果 因為記住會計從來 都不只是計完數就算 不是用最簡單的方法 只是計到利潤和收入 還是虧損就算 我們在每一個數字 都要很清晰的 一些信息給我們的使用者 例如我們的管理層 投資者 去看到一些東西去解釋 所以其實簡單化 不是會計的最重要 反而是要將有用的數據 呈現給使用者 才是我們真正的目的 所以你就看到購貨和購貨退出 會拆開了 這就是背後理念 至於購貨帳 如何令到選益帳 就是其中一件事 購貨退出一樣要去選益表 我們就把它清掉 購貨退出帳 購貨的加減和購貨調轉 所以它是借減太加 借減太加 你就看到了 我就把購貨清掉 有些同學說 咦? 借減太加 接著我們借記了 購貨退出帳 我們搬過去 應該就在泰方 但為什麼購貨退出會在借方呢? 因為你看到前面有個減 其實這個購貨退出 如果按回複式寶記 它真真正正應該真的放在 泰方 但是在泰方 放在這裏 其實我們顯示不到一件事 就是顯示不到淨購貨 所以你就把購貨退出 調過來借方 在購貨下面加一個減 接著呢 就可以將這兩個數字 互減 就出現到一個淨購貨 就提供到更加多的訊息給別人看 那你說 咦? 那為什麼要加一個減 其實這個T字帳 其實就是 一直都是我們開頭說的會計等式 這條中間的線 就像你數學的數息 等於 任何數調過去隔離 就是借方調去泰方 泰方調去借方 都需要加 即將加減逆轉 就像你做數學等式 所以購貨退出原本真的是 放在泰方 但是放在泰方沒有意義 他放在泰方 泰方有什麼數 只有消貨 那跟他兩個加起來 其實是沒有意義的 那他真正要跟他帶出的意義呢 是跟購貨一批 那我才能看得到 我買多少貨 退多少貨 還有呢 剩購貨是多少的 所以呢 你要知道這個情況 同樣地 是消貨退回 我們看看消貨退回 一樣的 他的做法跟消貨一樣 就是相反的 消貨是借減泰加 消貨退回就是借加泰減 同樣地 我們有一堆的退回 即別人的客人 退回貨給我們 我們都需要扔去選益表 所以就清掉 那我們就是貸記 消貨退回 那理論上應該是怎樣 借記在這個 這個的選益表 但很明顯 你在借方這裡 是見不到消貨退回的 他在哪裡 他在這裡 是不是 減消貨退回 同樣道理 他消貨退回 跟消貨在一起 我們才有個意義的 那你會見到 消貨的數 消貨的數呢 減消貨退回 我們出了一個正消貨 那你就會知道 我們買出的貨 有多少是被人退回 那我們如果 如果退回的數目太多的話 那我們就要可能想一下 是不是真的 我們經常賣錯東西給別人 還是我們貨品的質素不好 搞到客人經常要退貨 那這個其實呢 就會見到 其實所有的數目放進去 都是跟T字 福息寶記有關 那其中呢 消貨退回 和購貨退出這個減 那個道理就是在這裡 那T字帳呢 其實就比你更容易認識 那個選益表 和那些 T字帳 原生的 賬戶的關係 那我們看回 直息了 其實直息的擺位 其實就是 那個理念 就是收入減 支出 的概念 那你就去逐步去看 那這個 這個 這次選益表呢 其實呢 一定是有公司的名稱 名字 有些叫做選益帳 以及 截至多少年 多少月 多少日的指年度 為什麼寫得這麼複雜呢 因為下的數字 並不是一天的數字 是一段時間的 一段時間的數字 就是一個月裡面的消貨 一年裡面的消貨 所以不是一天 所以是截至那年 哪月哪日 通常就是年尾 可能2020年12月31日 指年度 指年度 指年度就是這個年度裡面的東西 指月度 指季度 指季度 也有的 好了 所以是一段時間裡面的數字 那這些數字 就不要遺留了 為什麼不要遺留呢 尤其是卷一 他們通常都會有五分 就會計算這個選一表 或者財務狀況表 那這裡的heading 其實是佔半分 如果有時候公司帳 公司帳 公司帳 都會佔分 所以就要清清楚 搞清楚 名字 和表名 好了 下面呢 其實擺位是怎樣呢 可以看到 上面 這部分 其實呢 就是收入來的 那就減呢 這就是成本 或者支出 成本 或者支出 去計算毛利 或者毛損 那下面呢 就會另外一堆 其他的收入 再減 減 其他的支出 最終呢 就算到順利還是正算室 所以整個 整個 值息的表 的架式 其實就是收入減支出 兩個的 收入減成本 和收入減支出 那兩塊 都組成了 好了 那上個呢 其實呢 為什麼要特別 要 highlight出來 一個 不一次過把所有收入 減了所有支出 成本呢 為什麼要分兩次 有一個收入 這裡又有一個其他 sorry 有一個其他的收入呢 為什麼要分兩部分呢 跟著 這裡 又要消貨成本 又要這裡 其他支出呢 為什麼不一次過混 因為上面這部分呢 紅色線 跨著呢 其實是你的主要業務來的 那間公司呢 主要收入做的業務 譬如你可能你是賣橙的 那這個就是賣橙 賣生果 就是我們消貨的收入 和購貨的成本 下面是其他的額外 和我們主要業務 沒有直接關係的支出 和收入 那 所以呢 我們就要拆開主要 和其他的兩層 就不要混迷一談 好了 那 你會見到 開頭 清一清的畫面 這裡比較 呃 呃 那其實呢 名字之後呢 第一個一定是消貨的了 即是說我們的收入 賣了多少錢貨 剛才說過的 消貨退回 我們要清晰顯示 我們退了多少錢貨 兩個互減 出這個叫做 正消貨 真真正正的消貨 其實是這個數 那當然啦 我剛才說過 如果消貨退回的數字太高 那即是我們就要檢討一下 究竟我們的貨物 的質素 會不會經常賣錯東西 給別人 經常要別人退貨 還是我們客戶的質素不好呢 或者那些退貨的制度等等等等等等的東西 他出去看回我們檢討回我們公司的制度 所以其實每一個數字呢 顯示出來都是他的意義 好了 這個就是我們的主要收入 譬如你賣橙 這個就是賣橙 那賣橙之前 我們都要什麼 要買些橙回來的 那這個叫做消貨成本 記住 消貨成本是一個heading來的 這裡是沒有數字的 但是有很多學生初學的時候 就退了這些數字 消貨成本就有個數了 那先告訴大家 我們要計算消貨成本 那消貨成本怎麼計呢 這條息其實就是這裡 這條就是計算消貨成本的息 所以真真正正計算出來的 消貨成本的數字呢 在這裡 這個位置才是消貨成本 這個數字 我現在藍色圈圈 這個就是消貨成本的數 那我們的消貨成本 包括了一些什麼呢 其實什麼消貨成本 簡單來說 就是我們賣出去的貨 究竟我們要用多少成本買回來 上面的消貨是我們收到客人的錢 這個收入來的嘛 收入減成本 我們就知道我們賺還是虧 好了 但是消貨成本裡面包括了什麼呢 就包括了 其初存貨 即是去年賣剩的貨 去年賣剩的貨 今年會繼續賣的 不會12月31日賣剩的貨 1月1日全都扔掉 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所以 這個就是消貨成本 其初存貨 即是今年繼續賣下去 這個也是我們去年賣的 那你說去年賣的貨 為什麼計算到今年的成本呢 因為 我們需要什麼 成本是跟我們的收入的 什麼意思呢 那些貨哪年賣出 成本就跟哪年 那你可能會問 你又知道其初存貨今年賣得出 我們有一個呢 假設的 所有貨都是先入先出的概念 什麼先入先出的概念呢 即是說 越先買回來 就越先賣出去 雖然現實上未必一定是這樣 但是我們有一些假設的 先入先出 就是其初存貨 所以去年賣剩的貨 今年一定賣出去的 如果你去年賣剩的貨 今年的都賣不出去 那你家公司可以撿 所以這個其初存貨 根據我剛才所說 是根據收入的 即是哪年賣出的 那些貨 成本算到哪年 所以你就知道 其初存貨 為什麼要算到今年 好了 跟著 今年 去年賣正的貨 不夠賣的 理論上你要加 今年的購貨 今年新買的貨 剛才說 買回來的貨 都有機會 退出去的 那我們也要出到一個 正購貨 正購貨 是不是 好了 比較特別的 這個又是死記 購貨運費 購貨運費 我們購貨成本的一部分 什麼是購貨運費呢 即是我們買貨 運回來公司 運回來當口的成本 是我們的主要消貨成本 購貨運費 特別要記住 這個 好了 跟著呢 就算出一個數 再減 減什麼呢 期末存貨 這個就反過來 我們今年賣正的貨 今年賣正的貨 今年賣正的貨 下年會繼續賣的 那我剛才所說 貨的成本 是跟賣出去的那年 那既然這些貨 今年賣不出去 這個成本 就不應該計到今年 所以你發覺 為什麼我們要這樣 回來 縱然這些貨 是今年賣的 但是 因為我講過 講過 就是什麼 那些貨是需要根據 收入過年 那我們就減出來 所以你就會立刻想到 其實 我們開頭的 其初的存貨 就是等於 去年的期末存貨 同一批貨 來的 去年 去年 去年賣正的貨 數目不會變的 去年期末 簡單就是期末算 這個期末存貨 就等於 下年 下年的 期初 存貨 一度這樣 所以你每一年 都會有什麼期初存貨 期末存貨 減掉消貨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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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的消貨 即是全部收入 減掉消貨成本 出來 如果是正數的 便無利 是負數的 便無損 可以以每計來說 負數是用括號 表達的 所以我括住了X 括號 是負數 好了 接著 無利 還是無損 很少是無損 如果一間公司 在買主要的收入 買主要的業務 已經無損的時候 證明你的生意 其實是沒有 即是不賺錢 不賺錢 應該是倒閉的 但是很難說 有時候可能 都會出現負數 那便無損 但一間公司 是否只有這些 收入和支出 很明顯不是 好了 我們還有其他的收入 我們就在下面加起來 其他收入有很多東西 有些扣貨折扣 扣貨折扣 即是甚麼意思呢 我們買回來 有些折 賺到了 即是收少我的錢 利息收入 可能我銀行存款裏面 有些利息收到 甚至我借貸給別人收到的錢 我有放租到 租金收入 佣金 可能有些同學不知道甚麼是佣金 佣金可能就是有些人寄存 托我幫他賣了一些東西出去 可能我買生果的 我買生果 誰知道 可能有些其他省客 就托在我的生果裡 賣幾棵菜 我賣得出菜 那我就沒有理由 無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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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了100元菜 我買了10元 那就是佣金 好了 外賬準備減少 在這一刻 大家就不要管它 你有些印象 記得有些這樣的東西 先放在收入裡 因為如果你是 捲一 是不會有外賬準備減少的 這個留在後面 那些 捲二 我們先說 是的 捲二我們先說 但是你知道 我想給一個完整的 選益表 裡面有什麼餡料給你看 所以我就放在這裡 那一般來說 所有 消貨以外的收入 都可以放在其他收入裡 那當然 我們也有一個 總的其他收入 那這個 作為一個 加的 算 計算 看看會 也會出到一個 中間的數 那可能 如果你負數 之前已經沒有選中 可否扭轉乾坤 還是繼續負 那其他支出 有什麼其他支出呢 雜費 租金 差響 新金 等等 可能同學看到 咦 上面有租金 這裡有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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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收利息都可以 那我們的習慣就是 要怎麼分別回 究竟利息是收入還是支出呢 就是收入我們會寫收入 而支出 通常我們就這樣寫租金就算 或者就這樣寫利息 貸款利息就算 未必要寫支出兩字 那有個原因就是 通常我們一般的情況下 支出是多於收入的 等於你看回你家 爸媽出去做事都是兩個收入來源 但是他的支出可能是 煤氣費 水電費 租金等等 所以支出通常一定會比收入多 亦都出現得在題目比較多 所以呢 我們呢 如果是收入 我們通常要標明收入 而支出呢 反而我們可以省回 那我們就假設了 譬如薪金 租金這些呢 就一定是支出來的 那電費 廣告費 保險費 所以你寫著廢字 更加不用 更加不需要說 一定是費用 好了 消貨運費呢 也是一個刻要記的 這個和購貨運費 很多學生 初初學就會撈亂 然後購貨運費 是消貨成本的一部分 是我買一件貨回來 我要真 要賣得出去 那個的狀態呢 我就要給運費的 什麼買得出去狀態 我不運回來的舖子 我怎麼賣呢 那這個呢 所以就說 必須要洗 我才可以賣得出那件貨 所以就算到成本 購貨運費 就放在上面 消貨成本這個位置 但是消貨運費呢 就不是消貨必要的成本來的 是因為呢 怎麼反過來呢 它不是將那件貨 帶到一個可賣出去的 情況 可賣的狀況 有時候 有時候我們怎麼分呢 是放在消貨成本 還是放在其他支出 就是看那個支出 是不是令到那個產品 去到一個可賣的狀況 如果它變成一個可賣的狀況 其實它就要放在消貨成本 如果不是呢 它就放在其他支出 那麼消貨運費 不一定要是 令到它成為可賣狀況 因為 為什麼呢 有些客人可能自己來買的 或者自己我們收它的運費 都可以 所以消貨運費 是放在其他支出 這個要小心處理 經常考的 甚至MC都會問你 消貨運費 和購貨運費的擺法 好了 消貨折扣呢 反過來我們給折扣別人 就是我們支出大了 貸款利息 我們問人借錢 都要給利息 那麼壞賬 雖然呢 在卷一是不會出現壞賬 但是壞賬很簡單 所以我就說了 壞賬只是簡單來說 就是你借了錢給別人 別人還給你 那麼你就無端損失了 那麼外賬準備折扣 就比較深了 那麼呢 都是那句 我放在這裏給你看到 知道有一些這樣的支出 都是會放在選一表的其他支出 那麼呢 詳細就看回其他的系列 那個急救系列 也都有折扣的解算 那麼在這裏呢 就不特別去講了 好了 所以呢 這裏其他支出 但是我想說 都是啦 在購貨以外的支出 都可以放在其他支出 我是沒有可能 列出所有不同的支出在裏 尤其是卷二 他可能出一些很古怪的支出 可能你從來沒有聽過 但是你知道它是支出 那你都可以放在選一表上 那麼計完一大輪 那麼計完一大輪呢 那你就會有個總支出 那從你上面這個數呢 再互減呢 那你就會計到 最終究竟是正數還是負數 如果是正數呢 那當然是有錢賺 就是順利 或者是正理 那是負數呢 就是正損失 那我先劃一下 所以你看到呢 最終間公司呢 可以由無利 變成正損失也可以 無損 變成純利 也可以 不因為很奇怪 其他收入要很大塊 對不對 所以分兩塊 真真正正代落代是順利 這個是真正賺的 未算扣稅,不說稅 真正賺就是順利,毛利也不是真正賺的 毛利是因為還有其他支出和收入計 毛利是純粹說你的主要業務是賺不賺錢的 所以一個選一表就是這樣做 這個就是賺錢、虧錢的計法 一定要背的,如果你背不了這個 其實你後面很多課書都做不到 例如合夥、不完整會計紀錄等等 很多時候都要開選益表 所以我會叫學生背了 例如消貨減、消貨退回、消貨成本 消貨成本是甚麼? 其初存貨加購貨減、購貨退出、購貨運費 減期會、存貨等於毛利 加其他收入減、其他支出等於順利或成算失 那你就要背得很熟 為甚麼呢? 到時你捐一當然必出 那你一定要認識 第二件事去捐二 你其實要應付其他更加深奧要想的 數目的處理方法的時候 其實你沒有空再去想 究竟排位是怎樣 所以趁你初學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記實了那個排位 當作歌唱了它 就是這麼簡單 那當然了 你說得好的時候 說得這麼快 就未必需要的 那我今天就要講到到此為止 那下一集會講到財務狀況表 多謝收看 拜拜